HELLO 大家好 這次終於要打C路了 上集都很頂癮 還在打17、18號 今集一開始打C路的第一型態 這關就是第24關 不知道會怎樣呢? 大家如果有看故事就知道 這個第一型態是比較弱雞 就要不斷吸食人類增強體力 這些超級瘦壓人就夠他打 比這個第一型態C路好多 C路這個形態是需要吸食 17號和18號變成完全體 所以他就要不斷地避開敵人 即是好人 因為他是奸人 要不斷避開好人 又要不斷打算撿雞 要吸食17和18號 過這一版比較簡單 有兩個條件 第一條件當然是打死C路 第二個條件就是過三分鐘就可以過這一版 其實三分鐘之內打死他都比較困難 因為電腦不會幫我打他 打得很厲害 希望靠自己吧 可以三分鐘之內打死他給大家看 這個城市應該是被C路破壞到這樣 低B的 又說要吸食人類 但又破壞到這樣 誇張 浪費了體力 哈哈哈哈 其實呢 17、18號 暫時都不知道自己有什麼 遣境 因為這個C路 其實是一個很 神秘的敵人 因為連未來的 是達阿杜拉格斯的時光機 都不知道這個人是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的 這個C路也是未來 是達阿杜拉格斯的時光機 所以也不是這個年代的敵人 也是未來的敵人 不過C路就無所謂 因為他那個年代的17、18號 被杜拉格斯殺了 所以他根本變不完完全體 所以他都很正常的 走來這個時代要吃17、18號 好啦 嘩 輸完胸 為什麼這麼兇 敵人眼直了 躺下了 打是扣不到能源的 唉 浪費了 嘩 怎麼搞的 輸你出來 用龜波器這樣打我 怎麼搞的 算是 狂打一下你 嘩 蜜臉 嘩 太陽拳 對啊 司徒會打太陽拳 哎呀 好厲害 所以三分鐘打死他 嘩 又來了 唉 都有點難度 我對阿杜拉格斯多厲害 我下一回合就用一用他 不要經常用悟空那麼悶 用其他人 哎呀 他還要走路 不讓我打 神經病 其實打死他 可能有些特別好東西拿的 我遲些 等我的卡片更厲害 有更多的能力 或者那些人更厲害 才慢慢試 沒有浪費時間 雖然用窄人 打到有SS是很厲害的 但其實無謂 那當然是有多厲害的人 用多厲害的人 等我遲些回來打這個 盡量拖延時間 我自己打 就是贏了 算了 這關無聊 哎 合作 好了好了 打完這幾下 哈哈 哎 那阿比亞 思路走得了 惡夢就開始了 因為他之後就吃十七十八號 變第二形態和最終形態 完全看 哎 哈哈 走得了 不知道有什麼Gray 都有A的 有兩張卡片可以用思路 可以用這個環境 好 好 打了第25關 其實這一關是十分難打的 首先就要好像故事一樣 你要跟人做人打架 之後就 思路走出來撿雞吸食 十七號先 最後呢 當然會認識十八號變碼 完全在 即是這一關 即是這一關 竟然呢 又埋在我剛才所說的劇情 濃縮為一關 好誇張 哈哈 哈哈 兩位那裡 一格先和兩個比彈 首先就打十七和十六號先 哇 十六號真的很帥 哈哈 他的招招 拔開自己的兩隻手臂 然後有兩個大炮 在手中 發炮 遲些我有機會試試用一下十六號 是否特別 不過他的樣子就比較鈍 大大姐姐 這一關就不是開玩笑 因為真的 分開打幾個敵人 幾個敵人都很厲害 這一關很長 很誇張 對阿斯 挺好用的 對阿斯 對阿斯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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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速度很快 衝前去斬人 又不用要儲氣等等 阿蒙 那招 教館拳都要儲氣 一秒才彈走 對阿斯 對阿斯 早知道一早就用你了 對阿斯 上一關打斯道 可能他三分鐘都被我賺死 咦 又不早說得那麼厲害 希望留多些能源 留回之後打十八號和打斯道 因為 好難打 敏感的 是否寫一件 對阿 寫一件 好厲害 打到十六號 哎呀 這裏劈什麼呢 劈空氣 好 多連一下 哎呀 都好啦 滿了能源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十六號 他被膠囊公司 阿John子那間公司 拆了他身體的炸彈 其實他身體裡面有個超級大的炸彈 拆鬼了 他本來打算抱著斯路 同歸於盡 但是很懶惰 抱著斯路 啊 沒有膽子在身上 哈哈 還要被斯路 打爆了 哇 這個十六號的AI 他都 蠻喜歡擋 擋的 又不是避免 硬擋 可能他真的很高防禦力 擋就不太透明了 喂 快要劈死你們了 厲害 厲害 打了十八號 想不到十八號 竟然會和無限結婚 這麼有趣 十八號是人造人 其實打完斯路之後 他們呢 他們呢 我不知道是誰 是不是無限 對 許願和神龍 許願 將十八號 變回正常人類 所以 之後就可以結婚生子 但現在還沒到 現在還是在打十八號 我會射住你 十八號 不用擔心 無限 我不會把他的臉 看見的 嘩 聽到十八號 慘叫 聽到十八號 施到什麼時候來呢 大約在十八號 一半能源 左右 就會來 哎呀 射什麼鬼呀 低能的 唉 不管了 再劈吧 其實絕招 真的很難名 其實大家又這樣想 漫畫那些 不是的 他用著招 真的很搞笑 那些龜波器官 又要坐去 又要叫招式名 那樣 但敵人呢 又有紀念兵 給你打的 真是又不肥 斯路達二形態 即是他吃了十七號 但他又沒有動畫 很特別 做漏了一個動畫 明顯呢 有點小 應該做完他 是不是 怎樣吃十七號 不買給人家 太陽拳打我 我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十八號就被他拳走 поним... 呃... 我去看我雖化幾... 嘩... 又有型 其實為什麼呢 為什麼第一型態可以這樣 因為他只是由人來創造 為什麼那個人創造第三型態 就是... 原型態可以那麼好 為什麼第一型態要創造這麼厲害 好 好! 幸好你吃了我這隻絕招 其實暫時來說 我都很高血的 希望就不死的姿態打贏他 因為一死了就會扣很多WANG 他怎麼打我呢? 他的動作很快 先撿一下雞 希望電腦幫到手 但小心電腦死了太多次 任務會失敗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電腦死了 最好救一救他們 不要讓他們... 這麼輕易的就死光了 哎呀!不要起 那個故事就說 孫悟空他們 四個超級殺人 就進入了精神時間空間 還是房間 我不知道 這是房間吧 在天神那裡 去那裡 一天等於一年 那間房間 一次只可以進入兩個人 所以 孫悟空和孫悟空 孫悟空和孫悟空 當然讓大家的同道 分別 大家都受限了一年 所以 之後才夠思路打 但我現在就不太夠了 哎呀! 死了 希望電腦會救我 哎呀! 沒有了! 只有幾秒很難 真的很麻煩 思路很厲害 以我現在的人和卡片 其實真的 他 話那麼容易 可以把我 敷衍能源 的狀態 就打到我 沒有了 很誇張 但我把他砍他 砍他也砍不死 真的很多 很多血 每次都要小心一點 要狂避 真的要有 很有機會 很有把才可以出絕招 很麻煩 追他 哎呀! 我地上有的 算了 哎呀! 對呀! 狗狀都不做 算了 走多多 不過他都差不多死了 希望你死了 哇!擋到 差不多完 都好 總算過到這關 雖然樣樣衰衰 死了一次 最後一擊 OK 嘩! 嘩! 對呀! 棒 不用這麼驚訝 我一定會贏你 對呀! 故事就不是這樣 沒有的 中間是絕對 不會有人打到 斯路 都是啦 是等吳康和吳飯 修煉員 吳飯就 在裡面 變成超級殺人 然後又吳飯 打死斯路 嘩! 嘩! 還有B 嘩! 嘩! 這一集就差不多了 因為這一關都很長 很難過 下一集就真真正正正在斯路設計的舞台對戰 記住 繼續留意我們的頻道 我們很快就會再送上斯路的Gameplay 多謝收看 拜拜 多謝